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信用 因為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時候也行不行 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在太陽巨蟹座 來到農曆七月的自身 自身整體雲細 犯犯犯 人際關係非常之煩 但這個人際應該不關家人事 而是你的朋友 又或者如果我當你在一些群組裡面 例如我當是遠山群組 或者是做運動的群組 或者是球遊戲群組 雖然裡面那些人 未必能稱得上你的朋友 因為有時候你都不認識他們老鼠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都會影響到這裡的麻煩人際關係 他們都是其中一員 而且尤其是煩什麼呢 是煩錢的問題 所以是煩上加煩 因為說到錢的話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是不肯過來的 因為去到錢他們就算得很足 然後就跟跟計較 當然巨蟹說到錢的時候 也不是散油的燈 所以大家互相在供佛批鬥 就會結合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而且不僅僅是你跟一個人的事 它是可以牽涉到 四五六七八九十 甚至是整個群組 都會因為這些事情 去搞到頭都痕 尤其是本身 所以我跟巨蟹說 便宜莫貪 有些事情不要貪著述 因為接下來 本身 看起來會有一個給你賺到錢的機會 或者這樣說 撈油水的機會 但是你不要以為自己可以瞞天過海 因為在這群的朋友裡面 有人跟你一樣 那麼聰明 然後如果他們發現了 大家就會造成很多的事非 所以接下來就算有些可以撈水的機會 請你們明節補身 我打一個比喻 我打一個比喻 我當接下來要去集團一個很大的活動 一些什麼 搞派對什麼都好 然後你就說 我做一個集團 大家去合錢 然後我去買東西 怎樣怎樣 然後中間 我不知道 可能你想去落格掛 打斧頭什麼都好 但是你不要以為這件事 神不知鬼不覺 因為就是在這群人裡面 有人是暗中檢查著你的 OK 那你看一下 是不是 其實你真的挖一個 給自己踩下去 所以便宜莫貪 還有就是 唉 做人應該光明正大一點 不要貪了這些雞稅 那麼多的錢 因為 也有很大的可能 其實是會影響到你們的 reputation OK 就是那個明星 搞到最後真的中伴親你 OK 中伴友來 朋友離開你 OK 那所以呢 不要搞那麼多這些 走這趟運勢 然後另外 除了錢之外 也都會有人 走來跟你主動去說是非 而令到你走在一個 即是去到一個磨心的位置 OK 兩邊左右做人 但是我教你一個wisdom 巨蟹座朋友 上星或者太陽 聽實了 麻煩你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不就叫做 來說是非者方是是非人 是不是 喏 這一個言語 在今國農曆七月 並不適用 OK 聽實了 如果今國農曆七月 我當有Party A的人 走來跟你說Party Boy的壞話 OK 然後我當你又蠢蠢地 又去找Party Boy對摘 然後Party Boy又跟你說 Party A的壞話 搞到你兩邊不是人 信哪個好呢 我現在就給今期的智慧你們 你相信Party A的人 你相信一開始跟你去聊這件事的人 其實他們真的為你好 或者可能他們真的有一點點 加嫌不加醋 或者他們想爭人出口 想你扮人出手 或者真的有這樣的意見 但是他們說的話 真話成份居多 就多過Party Boy的那些狡辯 所以如果今國農曆七月 你在人際關係裡面 有一些磨心 造成很多的不信任 不是單止你跟一個Party的不信任 而是尤其是你夾在兩個Party之間 你不知信哪個好 我教你 你就是信一開始 你了理說話的人 所以你看到 今國農曆七月真的有些人際關係 就很麻煩 還有就算我當你們本身 因為這個人際關係很煩 亦都令到你是很難去處理 一些本身自己的財政問題 因為人際是你優先的優先 所以我想說 其實本身你們今國農曆七月 財政方面是 我不可以說很好 但是應該會有一些東西 是需要你的注意 但是無奈 在人際關係這麼亂之下 他會搶走那個Full 所以拜託不要再加一些加添壓力給自己 所以我就說 有任何很多人的東西 你明智補身 你不要再想著去撈油水 你正正經經 搞你本身正經的財政更好 你不要想著在哪裡撈水 因為那些東西 就是令到你人際更加煩 搞到你 即是正所謂什麼 那句話 因小失大 真的會因小失大的 OK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imi、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re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也是根據星像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像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發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想看行星Planets之外 就是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發掘